《世界日日新》 有報天天讀 各位好 我是杜萍 現在馬上來給您讀報 我們來先看一下 國際方面的新聞 國際聚焦 我們來關心一下 日本和韓國之間的關係 韓國總統尹熙月上台之後 一直在試圖改善 跟日本之間的關係 特別是在涉及到 二戰歷史問題 以及強迫當年的 韓國勞工那個事情 他們現在好像已經達成了一個諒解 這個諒解好像被認為是大和解 但是不是大和解 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這個事情從哪兒講起呢 主要是二戰歷史 我們中國人都很清楚 還有涉及到 就是當年大批的韓國的勞工被日本徵用 那麼後來就涉及到一個賠償的問題 這個賠償問題就花了很長的時間 然後呢 2018年的時候 韓國的法院判定 就是日本企業必須要做出賠償 但是一直沒有落實 那麼現在呢 韓國自己主動的往後退一步 怎麼來解決 就是說讓韓國的企業來成立一個基金 專門用這個基金來負責賠償當年的韓國的勞工 這個事情大家有什麼樣的感覺 在韓國人這個普通的老百姓的這個眼睛裡 他們會是什麼樣的感覺呢 當然感到比較恥辱 因為呢就是這個事情它是一個原則的問題 而不是僅僅是一個賠償的問題 所以現在韓國的反對黨也好 還有大批的民眾也好都在反對 但是估計可能這個事情在發酵之後啊 有可能會掀起一個反對現在政府的這個浪潮 不過呢目前還指於在輿論上是反對的 那麼《經濟日報》 香港的《文會報》 還有韓聯社都講到就是 先講韓聯社啊 韓國和日本決定在貿易問題上 中斷在世界貿易爭端解決方式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在解決在面對這個歷史問題 勞工的問題這個問題上呢 實際上韓國政府 銀錫月政府 就它自己的現實的考慮 一個就是跟日本之間的貿易關係 因為怕日本啊 就在供應鏈問題上 對韓國進行科技上的一些限制 這是其中一個現實的原因 接下來還有更大的原因在後邊 好 我們看就《經濟日報》講到 銀錫月推動和解 日韓貿易戰見熟光對不對 我剛才講的就是在貿易問題上 韓國似乎是有求於日本 那麼日本給你捏住了 還有呢就是在這個韓方不是說 剛才講的要代理日本的企業 當年的企業日治時期的 來賠償韓國的這些勞工嗎 那麼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在於什麼呢 就是美國在後邊推動 美國在後邊推動何一見得 《新導日報》講到 美國推動和解啊 而且再加上說朝鮮 對韓國構成了安全上的威脅 都成了一個助力 就助攻啊 美國在推動韓國這個 就是朝鮮這邊的這個 導彈試射軍事威脅 都使得韓國必須要跟日本進行和解 這是韓國政府自己的說法了 但是問題就是說韓國的老百姓 願意不願意接受不接受 這樣的一個安排 急於跟美國和日本拉攏關係 是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因為銀錫月總統呢 非常的是親美的 這個事情呢 我們會繼續地關注 韓國內部可能會發生的一些 輿論上的民情上的一些變化 好接下來我們再看另外一個角度 另外一個新聞就涉及到 中國和美國之間 《經濟日報》《華爾街日報》 《民報》都報導 說這個美國有關的官員 中國製造的那個大吊機啊 就是在港口上使用的重型的機械 說是有這個情報收集的功能 所以呢這個東西 又可能會成為中美貿易方面的一個爭端 所以這個中方得做出它反應 中國大使館 駐美國大使館 以及中國外交部反映說 這就是草木皆兵呢 這個就是美國的這個被害妄想症 發作得很厲害 好接下來呢就是在《信報》 還有《紐約時報》也報導 《紐約時報》報導什麼呢 就是美國國防部 就是把中國作為一個假想敵 但是它現在的海軍陸戰隊呢 在加利福尼亞州進行演習 把中國作為一個假想敵來對待 主要是島域戰爭這方面啊 還有講到就是另外一個 就是烏克蘭戰士了 烏克蘭戰士現在這個 巴赫木特這個戰士非常的激烈嘛 那麼現在的消息比較混淆 從西方媒體的角度來講的話 說烏克蘭還在堅守這座城市 但其他的媒體說呢 這個城市應該可以說不久之後 就有可能被瓦格納集團 就是俄羅斯的瓦格納集團 給佔領了 那麼而且這個瓦格納集團呢 這個彈藥呢又告急了 這是另外一個信息源的一個報導 所以不管怎麼樣的這個事情 是在進行當中 每個人看的角度都不一樣 很多都是帶著一廂情願的角度 來進行解釋 不過呢瓦格納集團現在確實 也需要彈藥的補充 接下來我們看 就是在烏克蘭戰事方面 美國一直在說 中國可能會向俄羅斯 提供先進的致命性的武器 最近在他的歐洲的盟友當中 口風在變 本來德國總理舒爾茨說 中國不要向俄羅斯提供武器 那麼幾天之後又說 中國已經說明 不會向俄羅斯提供軍援 然後歐盟主席冯德萊恩就是這個 幾天之前也是說 如果中國向俄羅斯提供武器的話 那就要面臨嚴重的後果 但是現在又說 他沒有看見中國向俄羅斯提供武器 看看西方國家的領導人 看說這些話的時候 他自己心裡面有沒有底 有沒有真正的證據 胡亂說 今天說一套 明天說一套 就是這個問題 好 德國總理說 按照中國已經保證了 我們同樣的新聞就不講了 接下來我們再看 這個愛沙尼亞 也就是波羅的海三國之一 都比較小的國家 最近舉行了選舉 這個縣市總理愛沙尼亞 又再次當選 它主要是親歐的 特別的反俄 在這個時候 特別是在歐洲國家 反俄 親烏 這是政治正確的 所以在大選當中 必定能夠當選 基本上邏輯就是這樣 如果你要是親俄 反烏 完蛋 就這個道理 所以都在慶祝這個事情了 接下來我們再看一下 國際速報 好 其他方面的新聞 我們也來關注一下 很多時間都沒有關注 孟加拉的問題 孟加拉的難民營 主要是羅辛亞人 他那個難民營最近發生火災 這個很多的房子 也撐不上什麼房子了 反正就是這個棄生之所吧 全部燒得很厲害 所以這個事情呢 誰來調查一下 接下來朝鮮已經宣布了 已經成功地研製了 衛星運輸火箭 大功力的引擎 這個厲害 如果是這個大功力的引擎 研究成功的話 那麼說明這個導彈 核武器 那就打得更遠了 好 接下來呢就是法國 法國這個事情是沒完沒了的 我跟你講 這個什麼事情 就是馬克龍要提出這個養老金 養老制度的改革嗎 幾個月之前就已經說了 我已經說過好多次了 現在又要進行大把工了 法國 把國工會 希望讓國家停頓下來 這個工會很厲害 法國的工會很厲害 美國的工會當然也很厲害 它真的是可以讓這個社會 讓這個國家給停頓下來 所以你說馬克龍面對 這麼大的一個反彈 這麼大的一個壓力 那你還要推動這個改革嗎 應該是不可能 難以成功 最後你不退 他們就是工會還會繼續的進攻 好 南華早報 講到這個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的前總理伊姆朗漢呢 就是這個 在去年的選舉當中失敗了嗎 現在呢就是好像當局有意 要逮捕他 前幾天傳出來要逮捕他 逮捕他的理由 反正當然可以尋找各種理由 不過呢 這次逮捕行動沒有成功 不過巴基斯坦的局勢呢 會因為這個事件 會始終潛伏著這個不確定的因素 不穩定的因素 好 接下來我們看這個伊朗 伊朗哈梅那伊 這個對學校的女生 最近所出現的中毒事件 而親自表態了 說這個投毒的事件是不可饒恕的 策劃者必須要判你死刑 這就是伊朗 德荷蘭時報的報紙了 好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民報啊 彭博社啊 都報了再次報導 日本出生率暴跌的問題 日本首相顧問說 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不了的話 日本就要亡國的 日本要亡國 沒人了 當然要亡國了對不對 好 彭博社也講到就是說 這個國家就會消失的 如果不採取行動 什麼行動 什麼行動 彭博社告訴了一下 日本人 該採取什麼樣的行動 讓這個國家還能夠繼續存在 怎麼樣 生孩子 那人家不生 你採取什麼行動有什麼用呢 第三方採取什麼行動 什麼行動都沒有用 好 接下來我們看大公報 還有這個英國的美日郵報 這是小報紙啊 叫Tabloid 經常有些比較 這個八卦的新聞很多 好 我們先看一下 哈利王子最近透露說 他曾經吸過毒大麻 這個一個是娛樂好玩 另外一個呢就是說這個 因為他自己心情不好 要通過這個 所以現在的媒體 對哈利王子的態度 又是批評太多了 批評很多 對年輕人 起了一個非常壞的榜樣 王室成員 竟然吸毒 不只是沒有這個 而且還要公開地說出來 還說是為了娛樂 為了解決自己內心的一些問題 這個什麼 這不是教所其他的青少年 也同樣幹這種事嗎 好 我們來休息一下去廣告 然後接下來繼續給您讀報 歡迎回到郵報天天讀 接下來繼續讀報 我們先看一下大中華地區的新聞 中華聚焦 好 我們來先跟各位關心一下 兩會的相關的新聞 新民主席在參加一些代表團 討論全國人大上的政府工作報告的時候 指出來就是對民營企業 這也是在全國政協會議代表團裡面也講到 民營企業就是自己人 所以始終要把民營企業作為自己人 而且民營跟國企業共同承擔 就是共同賦予的責任 然後呢 文匯報 香港文匯報這個頭版啊 說讓民企輕裝上陣 增加信心 大膽的發展 這是非常明確的信號啊 所以如果民企對這個有關的政策 還有什麼疑慮的話呢 我覺得應該可以慢慢放輕鬆了 可以這個放下心來 繼續的發展自己的企業 同時這個還有個標題你們看啊 《經濟日報》 香港《經濟日報》引述了浙江一個公眾號 講的說浙江其實它是宣傳部 這個浙江省委宣傳部啊 一個篇文章叫《民營經濟》 就是而且對過去或者是不久之前 有關的網絡上的文章 來污名化民企 這個事情提出了譴責 說這個就是要阻止中國民營企的發展 這個罪名很重啊 所以呢有關的那些文章或者作者 在這個時候應該反思一下 國家的政策是什麼 對民企 你們當年當時做出的批評 是不是正確啊 產生的影響其實很不好 接下來呢就是兩會 在兩會期間 那同時呢在江蘇省代表團審議的時候 習近平總是講就是說要永挑大梁 走在前列 也就是對民企的那個期待 同時也是一樣 這個不要節責而餘 要不要GDP 單單地看GDP 所以呢這個事情已經是 政策上大家都要理解一下啊 另外一方面呢 最近這幾天啊 兩會期間 北京的空氣的素質 不是特別好 污染指數呢超過了200 這個可能 這個新島日報講的可能跟 經濟現在恢復正常 就是特別是工廠 恢復了這個生產 可能有關係 所以呢這兩會來就是不見了 而且這個天氣可能要持續到 本週五為止啊 應該來講的話呢就是 不比過去那麼嚴重就好 但是慢慢的啊 會改善 新島中國用四招來提振消費 拉動經濟 因為最主要的 而且這個 在這一次的政府工作報告當中 主要的任務之一就是 消費必須要拉動經濟 這個作用必須要發揮 然後民報講到 引述了一些主要的外國銀行 對中國經濟的一些基本的評估 說呢包括瑞士銀行講到說 GDP啊 中國今年的GDP 應該不止政府報告當中 所提到的5%左右 應該可以達到5.4% 這所以呢看法是比較積極的 同時金融時報今天講到 就是說中國確定5%左右的 這個經濟增長的目標 表明中國進入了一個比較謹慎的一個時代 也就是說對經濟的發展 社會的發展 以及對國際形勢的評估 應該是做出了一個非常慎重的一個目標 它是這麼認為的 文汇報講到中國有限國防支出 比其他的軍事大國都低得多 這是國防部發言人 唐克菲講的就是針對中國今年的國防開支 增幅所提出來的 也主要是對西方國家提出來的 那種關切做出一個反應了 經濟日報講到 這個中國的國企啊 這個你看啊 資金捧國企高企股啊 消費主題被看好 新報講到兩會節目嘛 大家都要找一些這個賺錢的一些機會 看看當中能夠找到什麼樣的信息呢 那麼這個作者講到說中字頭的企業 還有軍工的股都有看漲的可能 好接下來這個是供大家參考而已啊 經濟日報講到 這個政府工作報告裡面就是 熱議金融信貸代幣啊 這個可能還會繼續保持一個 適度適度的狀態 就不會太寬鬆 所以呢這個事情 也有個心理上的一個準備 和長期的預期 接下來 香港特首李家超不是參加了 全國人大開幕會嗎 那麼回來之後透露說 這個夏寶龍 也主管港澳事務的啊 夏寶龍主任呢 就是也見了他 說要提醒他 現在香港依然存在著 國安方面的風險 經濟日報講到 夏寶龍呼籲香港要做好風險管理 那麼這個作者就講到說 是不是意味著 香港特區 要在第二三條立法方面 要加速度呢 有的人認為說 不見得如此啊 好 接下來呢 就也是李家超 李家超講呢 就是說 這個香港有個婦女公會組人呢 準備要遊行 他當時認為說 不應該 不應該辦 為什麼要確保 要確保香港社會的穩定 避免對社會發出錯誤的一些信息 所以說 要確保公眾活動合法 但是呢 如果說允許他去遊行 那就可能就沒辦法確保 是這個意思 所以主辦方呢 也必須要顧到法律上的責任等等 這些消息呢 實際上是涉及到香港目前一些新的情況了 就是剛才前面講到 就是對香港未來的 涉及到國家安全問題的那個風險 隱患 其實還是要嚴陣以待 就是不能錯過任何一個可能忽視的一個細節 好 接下來呢 就是中華速報 好 涉及到這個兩岸方面的新聞 《中國時報》今天講到就是 邱國正 台灣軍方的負責人嘛 就是對日本媒體 對日本媒體的造謠 說這個國民黨啊 這個軍方一些人士啊 都成了什麼大陸的間諜 共諜等等 那麼邱國正欲以回應 進行譴責了 進行抗議了 然後接下來《金融時報》 今天頭版有一條有個報道 一個報道講到說 美國的國會眾議院的議長麥卡錫 前一段時間不是傳出來說 要去竄訪台灣嗎 那麼現在的消息呢 好像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他不來台灣了 因為在台灣方面的建議之下 也不來了 一來了以後呢 這個兩岸問題會更加的嚴重 中國大陸方面 會做出更加強烈的反擊措施 是為了避免兩岸之間 發生意外的話呢 那蔡英文去美國 到加州去見麥卡錫 這個就可以避免了 就是兩岸之間會發生 佩洛西串訪台灣那時候的 那種危險的狀況 但是不管怎麼樣 這個事情還沒有最後的證實 聽說呢 為了應付麥卡錫可能的篡台 所以也美國政府啊 拜登政府也做了很多的一些 應急的預案 這是一個最新的消息了 最新的新聞 接下來那個邱國正也同時講到說 外國這些高層到台灣來訪問的話 那中國人民解放金要出動 要採取行動 那是師出有名的 你看台灣方面在這個問題上 也是比較擔心的 有點害怕 好 接下來我們再看 這個中國時報 紐約時報都有報道了 前一段時間說 美國會把很多的武器 彈藥儲存在台灣 當時就說把台灣 變成一個所謂的豪豬嘛 就是一旦兩岸發生戰事 那台灣就不發愁 它的彈藥短缺的問題了 就要反正隨便打了 這個武器不斷地打 就可能成為一個豪豬 所謂的豪豬就是這樣 就是面對一個強大的對手的時候 也不斷地使用武器打打打打打 繼續打就可以了 好 現在好像似乎證實了 美軍在東亞地區儲備彈藥 可能會真的要放在台灣了 那如果一旦打起來的話呢 那不就台灣成了一個火藥庫了嗎 對不對 這也是紐約時報的一個報導 接下來我們看信報 信報講到 當然華盛街日報也講到了啊 說內地呢 這個政府機構的重組 機關可能會有一個新的一個機關 叫主要是監管數據 也就是把不同的政府部門 目前所設立的這個數據方面的管理部門 全部集中在一起成立一個國家數據局 是有這樣的一個看法 可能現在還沒有正式的有一個定論啦 需要交人大審議和通過 這也是類似的一個報導 就涉及到主要是要管理國家的大的數據 各個方面的啊 包括企業的數據等等 金融時報 金融時報呢 這個有這樣的報導 說由於美國和英國這兩國家 對中國的企業採取了很多的限制措施嘛 中國的上市公司在這兩國家日子不好過 中國處境艱難 籌集資金或者是融資都受到限制嘛 所以呢中國的很多的企業現在已經擁往蘇黎世 就是瑞士了 到瑞士去這個上市去融資 這個是給新的發展 所以呢現在的話呢 我想如果這麼做的話呢 瑞士 瑞士當然從當中得到的好處很大啊 對不對 好文匯報講到 好就是中國在新能源汽車方面 彎道超車領跑全球 也就是在全球注意 已經處於一個領先的位置 同時另外一方面呢 還有一個傳出了一個新的消息 說小米 小米呢從明年上半年 開始就要大規模地生產 它自己的品牌的汽車 這是小米方面 所以呢這個 這個凡是跟新能源有關係的 跟芯片半導體有關的企業 我想也會得到這個國家政策的更大的重視 南華早報也是有這樣的評論的 剛才這個就是新能源有類似的評論啊 好這個新能源汽車在中國的銷售量 應該是非常大了 在全球其他的國家銷售量當然也是會很大 所以特斯拉最近在中國呢 不得不降價 降價的幅度很大 不然的話都出不去啊 賣不掉 因為中國的電動汽車很便宜 比特斯拉要便宜多了 好接下來在這個節目結束之前 給大家看這樣一個照片是非常的漂亮的 要解釋一下的話 大家可能會覺得是會心的一笑 為什麼 這個設計啊 將心讀具啊 這個房子 這個建築 實際上就是雕塑了 實際上用什麼來雕 就是舊的書籍 這個創意非常的好 我們大家看一下這個照片